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的無界雷台的活動是第五天 然後打的怪物是地獄的黑豹 那今天測試的角色呢我一樣是用最弱 就是目前為止我自己裡面最弱的一個角色是法師 好那專備是這樣 拿底杖然後一些基本的裝備 好大概是這樣 好那測試的方式一樣是用最弱的角色然後去打這隻boss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boss的強度是如何 那也可以你可以自己評估一下說這個怪物他到底強不強 好那待會的技巧呢其實就是我們前幾天都有一直在講 第一個是先準備消耗品然後buff要下的要先下一下 然後再來是補充的這個藥水 比如說橙水也是要帶足夠 那我現在先買卷軸 好然後我開個聲音嘿嘿 好有聲音了 好卷軸買完之後呢我們先把buff下一下 buff來這邊 好先把他下完待會進去才不會說用比較弱的這個狀態再打怪 好簡單一下一下就好了 那因為怪物的強度這隻 對我現在這隻來講還不確定是到底是如何 好那我們現在就 飛進去打 好然後他這邊怪物的小 這個是小怪啊地獄的古龍是小怪 好旁邊黑豹才是大怪 那看起來今天的這個怪物會比較痛一點 好那我們一樣用炸的好了 小怪不要放魔法小怪補血就好 好大怪的話我們再用炸的 喔他這個會放沉睡喔 他會放沉睡之物 所以這個 弱一點的角色來說的話你要注意一下 好現在我們的血大概維持在三分之二 欸三分之對三分之二左右 好黑豹武功看起來是還好 好等他召喚小怪的時候我們再來 好環配有一隻小怪滅青島 好 OK剩黑豹 剩黑豹的時候我們就用魔法去打他 法師最主要的傷害還是在魔法啦 好雖然說我可能沒有用到正確的這個屬性抗性 但不確定因為不確定他的屬性所以我們就先用地獵 好用地獵去炸 他這個是還好因為他這個小怪喔 呃清起來其實還算蠻快的 然後沉睡之物一下一下子就被小怪打掉了 好基本上他的魔法是還好 好比較要注意的是他的這個瞬間的攻擊啊 也不是瞬間應該說小怪的這個圍毆啊 然後圍起來這個雪會跳蠻快的 那今天這隻的小怪他招的比較多 應該有五六隻吧 這個地獄的 呃龍骨 地獄的龍骨 好他招的比較多 那第二次打完了 那現在血量跟魔力 這樣子的狀況下是OK的 這個是一定可以過關的 好待會魔力就算是用完了 一樣可以安全的過關 好頂多我們就慢慢敲這樣子 好我們留一點魔齁 留一點魔 來補血用 雖然說我有水 但是可以補血用 比較有效益 好就用敲的 快死了 看起來是快死掉了 這隻又比昨天的 昨天的那個吸血鬼還難一點 好但不至於太難 只是大家一樣要先清小怪 然後打的時候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自己的那個血量喔要顧 沉水是帶著啦 沉水是帶著啦 怪物死掉了 好那昨天我比較好運 昨天我沒有錄影 結果就打到一個能力長靴 好今天錄影就沒打到東西 好那就是這麼簡單 好以上是這一次第五場的 挑戰BOSS的活動 那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過關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那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一下 訂閱跟鈴鐺或者是按讚 好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